垃圾问题要能够解决靠的是 还是每个人的自觉 还有共知以及共行 每个人都有所行动的时候 问题才可能有解 今天的慈祭五十系列报道 带您看的是 在全台湾有9000多个慈祭的环保站 环保点 这几年志工们都在进行一项叫做 忍痛教育 什么是忍痛教育呢 原来是大家对于回收的观念不够落实 所以有不少的民众 把家里的垃圾也丢到了环保站 正言上人就呼吁志工展开忍痛教育 要教导民众哪一些是资源 哪一些是垃圾 而且在每一项资源回收之前 都应该要在家里清洗干净 做到清净在源头 自济环保站里 每天处理大量回收物 但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无法再利用的垃圾 像这塑膏鸟鸟的就是塑膏最高级的 不需要回收 不需要再製造 所以这种直接都要做垃圾 那回收不知道都会再拿来 让我们要做回收 让我们本数会感到很多 并非志工不愿处理脏臭垃圾 而是这违反提倡环保的本意 环保站不该是垃圾厂 真正的环保是人人懂分类 从减少垃圾量做起 有效再利用回收资源 慈济志工临京博 除了勤作环保 还常利用空闲时间 到邻里间跟相亲分享 如何做好家庭的垃圾分类 传达正确的资源回收观念 大家可以都知道三有回收三有没回收 社会本数也会减少 大家可以来做环保 地色的大家状态 这个也可以回收 但是也是一样 因为要救地球 爱环保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在家里 先把它冲洗干净 然后再拿来环保站 教育是环保领域重要的一环 因此正言上人提出 忍痛教育的观念 就是希望慈济志工 除了埋头做环保 也要担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 忍痛教育 要清静再延痛 要教他如何分类 这种在家庭的分类 让他干干净净 我们就要教他说道理 别怕不好意思 人家拿来的时候 我们把他打开桌子来看 可是说里面有 我们不需要回收的东西 我们就更婉转地告诉他 这个东西我们不回收 人人懂得如何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爱物习物 而不是一股脑儿丢弃不用的物品 这样才是真的把环保观念 落实在每个人生活中 面对面的这种指导 当然还是需要的 因为人互相交流间 总会激发一些热情 民众都会接受 只要态度观念 好一点他们都会接受 但学者认为 除了志工忍痛教育 政府与产业也有责任 让民众能更方便 有效率地做分类 像回收的这个标识不是很清楚 那民众就很困难 要把它当成垃圾 或者是支用回收的项目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 比较好的SOP 一个好的制度 让民众在很简单的状况下 随手去做环保 忍痛教育 用意在减少垃圾产生 提高回收再利用的价值 让清静在源头 秉持的是一面善心 希望人人举手之劳做环保 有一天 环保站不再有垃圾 代表民众不再买 用后急丢的产品 资源都能回收再利用 环保的里程碑 又将往前迈进一大步 环保的里程碑 环保的里程碑